伦敦金属交易所LMB同价自6月初从高点7347美元下跌以来,至今跌幅近20%,不过,我们注意到,同价近几周以来开始强势反弹,比如,在9月21日,当周上涨7.32%,创16年以来最大周涨幅。 虽然,近足个多月以来,受美元走强,美国与多国商贸摩擦不断及市场预计新兴市场对同需求不高等共同作用影响,包括同等在内的多种矿新数走势基本上已经跌入求势。 但我们在昨天也提及,最近几日,不同期限的美债价格,突然再次掀起暴跌潮,而这背后则反映的是金发姑娘经济的悄然离场。 而本周美债收益率暴涨的异动,就是反映市场对通胀担忧的表现,这将利好偏质张型的大宗商品价格,比如,有色金属、农产品、原油等。 比如,本周,就在海外债股市场大跌之际,反观同时,LMD同跌幅仅仅为跌1.17%,就是最好的说明。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基建投资预期升温,电网工程建设加快等,接下去的四季度同价也有望从中能获得一定支撑。 而从更长期来看,国际同业协会也称,电动汽车行业的迅猛发展将在未来十年内迅速拉动对同的需求。 因为,电动汽车的用同量要明显高于传统汽车。 而开报告发现,一辆插电是混合动力汽车,的用同量多达60公斤,比传统汽车多数近一倍。 而这对很可能换上资源依赖症,单一矿产品出口经济,的蒙古国经济增长将构成利好。 我们多次强调,蒙古国有农牧业国家,成功转型为跨业大国后,经济增长率曾长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但该国的支柱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单一。 特别的仅次年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蒙古国GDP连年负增长,而此后外资对蒙古国矿产资源投资越来越少。 这对本就满目疮痍的经济来说,无疑又是沉重一击,为了帮助政府还债,蒙古国人民甚至开始圈献自己的现金,黄金,还有马匹,用举国还债,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这波以同位代表的金属价格,的走强能维持多长周期,对于蒙古国能否摆脱经济扩境至关重要。 比如,位于蒙古国南部的澳油陶乐盖铜金矿,是该国经济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初步探明,澳油陶乐盖的铜储量达3000多万吨,黄金1328吨,白银7600吨,此外还有木矿等矿产资源。 数据显示,目前,蒙古国现已探明有包括铜、金、银、油、稀土、铁、煤等80多种矿产,约6000个矿点。 同时,据汇与国际集团的研究部门美ResearchGit,受低成本市场合同价改善支撑。 最近,又有不少矿期,开始进入蒙古国投资铜矿场,为了使该国经济摆脱困境。 早在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多国,向其提供了救助包,其中由中国承担的部分超三分之一,约合人民币140亿人。 此外,中国还大力带动该国贸易,现在两国的贸易额,已占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8%,不仅于此,为了帮助蒙古国经济,在中蒙边境最大的陆路口按扎门屋的是, 还建立了自由贸易区,这也是蒙古国对中国最大的陆路口按。 横贯亚欧的铁路从这里进入中国,在这里可以用人民币进行消费。 数据显示,中国二联号特和蒙古国扎门屋的口按进出口量, 扎蒙古国外贸货物运输总进口量的80%及总出口量的35%左右。 截至今年8月,二联号特口按出口农产品3.3亿元,同比增长23.4%, 而目前,像饼干、饮料、蜂蜜、巧克力、低碳等133个规格品种的蒙古国商品, 也已经在二联号特中盟严明护士贸易区上架销售。 而就在二周前9月20日,二联号特和扎门乌德公路口按农产品绿色通道也已经正式开通, 这将更加推进中盟农产品贸易额的增长。 而以上这些,都可能让这个层陷入举国还债,和蒙古国经济, 或又终于重新看到了希望,玩BWC中文作品, 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或转换视频、音频等,为者必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